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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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李康旭被称为韩国四大业余高手 也是最强的四人组 这四个人分别都拿了二十多次韩国业余大赛冠军 他的棋非常具有功力 功力非常强 实际上他走幕外也有限制的作用 当然其实用现在围棋理论可以守一个脚白走一个 双方也无不满吧 黑棋可能再守一个脚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棋 但当时我们说到围棋理念 尤其是中国流 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守这五油脚被白棋守成这样的话 白棋更满一点 或者中国流也是这样白棋的手脚更满一点 因为我当时这个棋 我们因为从小学棋的时候受日本的影响还比较大 对这种布局理论还是有些根深蒂固 我说那黑棋走这个 双方一挂 形成了一个互挂小木的局面 但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局部 这样一个结构来看 黑棋并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因为向小木按照布局理论 向小木先挂的一方有力 而且这时还该黑棋下 两间高架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手棋 当然按照现在阿法狗的那个下法是完尖顶 在这一代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黑棋飞 白棋走这个 这一代的变化非常的复杂 有些人持有 我们今天正好可以讲一讲 有些人持有可以了解一下 白棋如果利二拆三的话 这黑棋是有布局套路的 黑棋随后飞压 白棋走这个 黑棋长 白棋跳 压 再压 这两下是黑棋的先手全力 白棋退 如果扳尺会被一般将来有这种冲断的一些 先手便宜 白棋不能接受 退 所以黑棋再走一个 这棋尤其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 一般认为黑棋不错 黑棋这个构造 这个是黑棋小木的位置的话 黑棋这个构造还相当满意的 白棋所以现在少拆路比较多 希望走这个的时候 这少重复一点 因为刚才走成那样的一个图以后 我们可以再细化一点 走成这样一图 黑棋将来飞一下 特别舒服 白棋大致只能硬一个 硬了以后 对这里的靠段都有相当的缓和 如果没有这两手交换的话 白棋可以爬 扳 黑棋无法连扳 连扳又被打吃在这儿 而有了这两手先手以后 黑棋连扳就成立了 所以白棋基本不能靠 只能往这一带走一手 比如可以这么 只能看成这样的一个交换 应该说 整体来说这棋 黑棋还是挺满意的 而白棋如果少拆一路的话 黑棋这一手就是后手 当然白棋这棋还要扳起 扳起以后 黑棋有冲断的下方 冲断适应手 这一带的变化也建在 因为随着对维持的研究越来越深 这一带的变化也成为了尝试性的下方 断 白棋打吃 贴 白贴 白长 看着很复杂 但有相当的必然性 这有一盘实战 但随后随着大家对这盘实战 研究越来越深 觉得这棋有一定的必然性 黑棋打吃 所以白棋大致加一下 或者在这拆一个都可以 先加一下 可能是大的 被认为大致两分 但感觉是要喜欢黑棋的人更多一些 这个布局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好 如果真的要全部记忆的话 还是有些困难 但确实有一点必然性 如果黑棋单搬的话 多少有些不满 白棋只需要一吞 这个白棋比刚才那个图要好不少 所以黑棋这个冲断的再碰出去是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如果退的话 黑棋还可以再压一下又特别舒服 这样的话还不如刚才这样一个图 这被黑棋多压一下还差挺多的 黑棋往这拆一个 这黑棋更为有趣一些 所以阿法狗这一个尖顶还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他也有这个下法走这个 黑棋飞压 白棋现在又发明了这部跳的下法 当然这一切一定要是 不一定要针子有力 他如果走这个 有的时候这两个子的会交换 拐 切去别去断 断的话再打吃 吃的话这个不行 这被白棋冲出的话肯定不行 再 这个肯定 这两个子没交换到黑棋亏大了 黑棋如果断外面的话 白棋肯定吃外面 这个也有些得不偿失 白棋贴起 随后将来白棋可以尝试再搬一下 这黑棋很痛苦 这被搬到一下很痛苦 所以在这个期间要点是拐 拐白棋也不肯沾 沾的话太委屈 黑棋将来唬一下 眼形都有了 白棋肯定走这个 黑棋断了一边 所以白棋估计会引针一个 大致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随后棋手不得不说 很多棋手还是非常聪明的 在这个时候 很多就是往这尖冲了一个 有点阿法狗和李适时那个 阿法李的版本那一招 白棋贴 所以黑棋再冲断 再想成这样 如果白棋再引针的话 黑棋补引针就不会提或者飞了 而会藏在这 高效率的补 这个构思我觉得也是非常奇妙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不能不说现在的围棋发展真的很快 像这些有意思的变化 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 而在现在 我觉得由了阿法狗的出现以后 这些下法 对人类的一种下法来说 大家越来越自由 什么次都敢想 随后黑棋面对这个X2 又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这个 两间低加 希望白是小间 黑棋X2 这样黑棋就满意了 比较满意 把这个分割了 黑棋这个齐性 比白的这个要好一点 黑棋这个也不比这个差 所以觉得在上半盘的一个对战中 黑棋可以满意 但白棋还有飞的一个下法 黑棋贴白棋在肩顶 这就形成一个乱战 黑棋如果X2的话 白棋虎住 那这样的话 要重新判断了 喜欢白棋人更多一点 黑棋有的时候会长这个 白的就贴 黑的板 白的一断 这个战斗 据说也是白棋不怕 所以这里的还是很复杂 黑棋还有高 走这个的一个下法 白棋往这里走 这一代的总体的一个构思 现在还是相当复杂 但这是最最新 最最前沿的一些研究 相信很很快就会在齐谱中展现 而且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实战 这么下 现在看到低挂的话 黑棋第一杆都是坚定 而像这个就比较少了 其实这个白棋最常见的 但这个也是 2010年以后 甚至201314年以后 这步棋才流行起来 黑棋尖顶 然后白棋小尖 一直搬 形成了一个新的定式 黑棋走 白棋拆 那黑棋再往这走一个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也是有的 但实际上这盘棋 当时的研究还没有那么深 对上面这个研究还没有那么深 当时实际上白棋飞一个 我觉得我实际上这步爬 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这次黑棋应该积极的冲断 当然现在阿发狗有这步贴的一个复杂下方 但在当时我们肯定是没有 白棋只是靠 其实这个战斗 我觉得黑棋还是应该下的更积极一点 白棋扳 黑棋可以飞 白棋如果爬的话 那无疑布局大为失败 黑棋只需要长 白棋跳 黑棋甚至这里没有什么好保留的 直接冲断就可以 黑棋只需要这样定型 我觉得黑棋都已经可以满意了 让白棋把紫效下的特别低的地方 这上面这样白棋一个结构 多多少少显得有些过于重复 而黑棋都走在价值大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局部 我觉得实际上黑棋爬明显是一部大还手 当然不能说大还手 只能说过于消极 这个布局还是不够积极 作为黑棋 当时棋已经是贴棋木半了 贴棋木半的棋下的 这样布局不够主动的话 黑棋多多少少有些苦 小尖 而这手棋我觉得也有些 黑棋应该多拆一路 对白棋的威胁更大一点 当时肯定是怕打入 打入的话 黑棋其实压了再想办法作战 我觉得这棋可能 或者在高位也好 这样两手棋的结构 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所以总体来说 布局下到这儿 我觉得黑棋已经是不太好下了 多多少少有些 像这个爬和这部棋都有些过缓 这个定势其实是 我觉得黑棋下到这样 是明显吃亏的一个定势 黑棋再挂脚 其实从现在布局理论上讲 黑棋照理说 应该往这走棋 黑棋这布局 这走一手 绝对有一手棋的价值 因为首先 对这个棋型理解 看上去 黑棋走了这么多子是后市 但实际上 一旦被白棋车走了两个以后 这棋是后市 是孤棋真不好说 所以 这里的一袋的价值 不仅是木树 而且厚薄 非常大 但现在右边 也是非常大 如果黑棋在这儿落个后手 只要是落个后手 白棋先在这儿动手的话 这棋 白棋也是非常生动有趣 究其原因 我觉得还是前半盘 在这里几手棋 还下的有些缓 尤其是这部爬和这部拆 多少有些缓 实际上黑棋抢了一招 白棋飞 飞挂 黑棋小飞 这手棋 现在当然就很流行 尤其阿法国特别喜欢下这部飞 但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 这部飞 白棋如果拖的话 黑棋不怕 黑棋打吃 首先我对这个定势的一个理解 我是觉得白棋亏损太多 被黑棋提掉这个 白棋这个局部亏损太多 我是坚决站在黑棋一边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都支持黑棋 都认为这个定势不能称之为定势 这是以前日本的一些老定势 但是现在跟现在维持的一个理念差别太大 这个定势我是觉得被黑棋打上去 白棋亏损太多 而像这个局面 我对这个骑行的一个理解是 只要不是特别的情况 这个棋我能打都打 匪队被白棋拖了一虎 总是白棋有明显得分的嫌疑 实战白棋简单一拆二 下的很冷静 尖顶走 其实我觉得这棋可能应该先放一放 甚至尖顶完了也应该拖先 尽管这价值非常大 但我觉得这首棋也是非常着急的时候 实战黑棋一拆二 尖顶的一拆二 比较重视实地 但被白棋一打入 这次黑棋陷入了一个难局 所以此次我对这盘棋 我的一个表现 前半盘布局的一个表现 应该说 尤其从今天 这个角度是非常不满意的 实际上飞没什么大问题 但实际上 黑棋这部尖顶多多少少是一部 不得要领的棋吧 尖顶是偏重于防守 尖顶主要是比较这个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有两个选点 一个是跳 一个是肩顶 肩顶是偏重于防守 而跳是偏重于攻击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这里有子 这里也有子的情况下 肯定应该选择更积极的一个进攻姿态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这个逼就有绝对先手的意思 不走的话 被黑棋这个排一下 飞单15目棋没了 而且白棋整块棋不活 黑棋安定了 双方根据D加15目太大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再从这里攻过来 对白棋这两个字保持攻势 这样才是黑棋比较积极的一个下方 黑棋可以这先拖一下 再攻过来 白一跳 黑棋顺势一加 这样的黑棋调子才是正确的 实际上黑棋这不尖 自己的眼型固然好了 但被白棋一拆二 黑棋这几个字很尴尬 非但眉目 而且都飘在上面 实际上黑棋搬 打吃 自己的棋形尽管要厚不少 但白棋两块 基本上也安定了 黑棋走这样 白棋再悠悠然一跳 黑棋管 而且打吃 白棋一拆 白棋下来很简单 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大致来判断下形式 黑棋这里10目20 22 23 最多23目 这其他这里 四五目棋 28 这两块 你点多少目都很难点 白棋这块肯定比你这要好的 而白棋固定木树 这两块加在一块 10目肯定没问题 这个也10目强 20 然后这两块加在一起 10目也肯定有 白棋木树上已经领先了 关键的 这棋还是白棋比黑棋要厚 这里一代 上面一代 白棋比黑棋要厚实的多 这里双方厚实 白棋这块比这块要厚 这两个字比这两个字肯定要强 所以从总体来讲 这棋我觉得黑棋已经落后了 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下的太缓了 从技术层面讲还是太缓了 当然遗憾的是还手还在继续 这部飞没问题 当然可以考虑从这走过来 因为上面现在确实有些薄 实际上黑棋交换了一下 先交换了一下 因为和陈凤的棋非常地稳 大家可以看出它步调特别扎实 感觉这手法就特别执业 然后我的布局的方针棋 一开始希望就是跟它形成乱战 但下成这样无论成方针上讲 肯定失败了 这些其实黑棋量一个是往这拆 在这个局面上绝大多数往这走 但这个由于黑棋这两个子和这块有点薄 一旦被白棋这出来 黑棋确实就不知道怎么下了 这走后自己兼顾一下这里 绝对有一种必要 但是葵这里也有些薄 白棋比如说压一下 再打入 黑棋也比较困难 但我觉得这手也是可以考虑 如果真的要打入就兼出来战斗呗 这本身也是和合成凤下 肯定是要下的积极一点 因为它的齿后半方非常强 黑棋这个一飞 实际上也好点 同时也兼顾一下这块 但白棋一飞的话 这两个更薄了 实际上我觉得后面一手齿 肯定有比较大的问题 我实际上是尖了一个 从本身的齿力上讲肯定没毛病 但现在第一局面落后 第二现在黑棋可以攻击白棋的地方就很少了 这其实我觉得现在让我下的话 我肯定会小见这个 不仅木数很大 还有关双方根据地 更何况是只要牵制住这块白棋 白棋既无法在这里发力 也无法在这里发力 白棋走黑我就跟它战斗 那这个子的意义生辉 如果从这个话 我肯定也想办法从压或者退 甚至单跳都有可能 一定要纠缠住白棋 不仅木数上 这个木数一靠就有15木左右 关键是一个厚薄的问题 实际上这首棋过于忧摘忧摘 被白棋一靠 这我当时下到这的时候 肯定也觉得形势不乐观 而从准备这盘棋的时候 我更是觉得这棋黑棋已经渐渐下不动了 黑棋一飞 白棋就跳 白棋简单飞出 黑棋感觉全盘就没有发力的地方 所以黑棋这补一个 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 先把这至少交换掉 退也好 顶也好 实际上一尖 白棋一飞 白棋一加 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这棋已经非常的悲观了 这两块棋25木没问题 这两块15木40木 这四五木棋总有 45木棋 黑棋这里不变 20木强一点 2块25 然后这两块怎么也点不出30木棋 所以这棋下到这个时候 其实黑棋已经落后不少了 但是当时的时候 据起来我从技术的角度讲 黑棋下的太缓 而我的棋一般来说缓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我的棋一般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但这盘棋下的比较缓 还是 我觉得还是心理方面有一些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分下当时的形式 因为这盘棋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商旅杯第九轮的一盘比赛 因为商旅杯一共是九轮 之前我和何成凤都是七胜一负 这盘棋谁赢谁就拿冠军 个人方面是铁钉这样 因为只有两个一败了 而在团体方面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 因为商旅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看点的比赛 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赛 以城市名义组队 而我们中国一般会组成最强的会组成杭州队 就是东道组队 杭州商旅队 而那个韩国队聚爆会组成首尔队 最强的三个人 何成峰啊 包括当时印象很深刻 尹春浩 金向准等等 这批都会组成一个韩国队 我们和韩国当年还有朝鲜有时也会搅局 朝鲜赵大元朴虎吉等这样的优秀棋手也会来搅局 所以商旅杯每年非但个人的冠军争夺非常激烈 团体也是非常厉害 嗯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届 有其中有三四年吧 我们最后 我们一般业余比赛 都是按团体名次总和来计算 我们经常都是赢了半名一名 这样 所谓的半名就是 平阶的冠军 个人冠军可以再加零分 就是名次算零而不是算一 凭着这样的话才能拿到冠军 应该说每年竞争非常激烈 而何成凤也是韩国最最优秀的一个当年吧 最最优秀的一个业余骑手 嗯 他和当时我们刚才也介绍 有韩国业余四大天王之称 最早是我们就是和何成凤这样的一批业余骑手对性的对抗 随后随着韩国业余制度的一个改革吧 应该说韩国的业余骑手会比中国的冲断少年会要强一点 因为大家众手众之中国现在有二十个业余定断名额 女就男子二十个女子十个 而韩国的名额非常紧 每半年只有四个 经过长期这样积累的以后 韩国有些很多的一些来不及冲上职业段的一些韩国业余骑手实力非常的强 他们一看就是训练非常的专业 就是前半盘就都下的特别特别稳 其实这些年和韩国下这么多年骑以后 就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吧 他们的前半盘就是特别的稳 就不着急有时稳的让人吃惊 我经常想这骑对方也都能赢吗 这么下都能赢这么缓都能赢 但他们后半盘都非常强几乎零十五 就在我们这些年跟他们的一个对抗中 渐渐的也是掌握了他们的一个技术特点吧 然后回想起来我也下了好多批 就算一算吧 从2002、2003年到现在2017年15年间 几乎也下了七到八批韩国顶尖业余骑手吧 应该说他们风格更加趋于一体化 以前像何成凤啊、尹春浩这批骑手 应该是风格久易 有的喜欢实地 有的喜欢作战 而现在韩国的业余骑手清一色的稳健牌 就很少像印象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崔贤仔 崔贤仔我觉得也是韩国的一名业余 他是通过获得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 成为了职业骑手 他的前半盘稳到令人吃惊的一个程度 就几乎不绝的时候就在受关子 但后半盘非常强 有时候会下后了发力啊 又怎么样 也是非常有个性的棋手 还有宇东和 还有李浩诚、李少宪等等 我觉得都是一批又一批 非常有意思的韩国棋手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业余骑手 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吧 相互促进 相互竞争的一个良性竞争吧 好 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白棋加完以后 毫无疑问 这棋如果和何成功不杀的话 我就知道他后半盘特别强 从战略战术上 这棋其实已经是有些难办了 爬 先把他跟馊了 现在黑棋的一个故事实地上 肯定是落后了 我肯定要 这里白棋多多少少还有些保卫 这里也有些保卫 一定要我要这两块去做文章 一定要取得相对的便宜 实际上白棋下的很积极 尖冲 可以去贴起 白棋跳 希望加强自己 这棋如果拉我现在下的话 我估计会顶先把木树撑住 同时这种顶的话 对这里的冲击还是保留着的 实际上当时我是尝了这个 还想破坏白棋的眼型 但实际上走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棋这一段攻击 应该也是不成功 白棋将来随时一段就活了 下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 但黑棋的收获 就这里走了两颗死 对这里一带的战斗 应该还是说有帮助 白棋实在继续稳健 小尖 真的是 这种 他是可能觉得这被黑棋小尖下有些讨厌 白棋有些麻 因为这里黑棋厚了以后 这一黑棋也有一些鲜瘦味道 至于 白棋如果要想从这里出口出去的话 效率肯定不会高 但走这个的话 白棋如果挡的话 黑棋这扳沾太舒服了 这个不仅双先的关子 而且这个被扳沾一下太舒服 如果扳的话 黑棋不好活 如果走这个被大飞死了 只能跳这个 如果虎的话还要被铺结 只能跳这个的话 多少也有些委屈 所以他判断这手这个关子非常大 黑棋贴 自然接了这个也没什么好保留的了 贴 在虎 但我觉得这期黑棋可能应该考虑先跳一下 走完了再虎 这个白棋不能被黑棋尖到这 走完了再虎 这个慢慢攻击更好一点 实际上往这走两个意义不大 嗯 实际上黑棋在这个局面下 还是非常打不开局面 所以黑棋来一方打不开局面还是非常头疼的 半张 先把自己安定下来 也是无奈之举吧 本身这个价值应该是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目 八目 八目要强一点 但关键是如果被白棋搬上的话 黑棋还要往外跑 所以先把局面拉住 白棋再一搬 其实说句实话 下成这样的局面 如此单调的一个局面 真的是不是我喜欢的和擅长的局面吧 啊 这里白棋还爬掉一下 黑棋早就应该把这个也挡了 随后黑棋走这个 白棋一栏炉 铁板一块的全部印住 下到目前为止 黑棋还是一筹莫展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实控吧 我认为我后面部棋下的又有些问题 这盘棋其实下的 因为双方每方是一个小时包干的棋 而且确实我不太擅长下这种 大家数着木下棋的这种格局 实际上我挡了一个 这个时候棋本身价值 如果等于白棋一爬的话 本身价值大约在一二三四五 就实木棋实木强一点 但现在外面大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吃 我觉得价值就非常大 本身木数我们怎么算呢 将来白棋打吃 这是白棋的权利 而如果黑棋走的话 黑棋会跳 白棋打吃 将来会是这么受关 大家可以看成这样图 两个图一对比 这个图的话 黑棋有一二三四木棋 而被白棋打掉的话 黑棋只有一木棋 黑棋插了三木 而白棋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关子有十二木棋之大 关键还存在厚薄的因素 黑棋跳完这个以后 将来这个小尖是黑棋的决心 而且黑棋下面是火棋 这里也大大缓和 所以这首棋的价值有十五木之大 十五木再加厚薄之大 而这一首远远没有十五木 所以这首 就是将来黑棋描着的话 有这个点的收关比较舒服而已 但这都是小地方 这首棋的价值也就在十木左右 白棋下来非常冷先利 这个跳也非常大 黑棋只能挡 所以说在白棋打尺 这感觉黑棋有种雪煞僵霜的感觉 我们这是大家来判的 首先点木之前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厚薄 白棋这块棋 没有任何被攻击的可能性 这块基本也安定了 这块火棋 这两个脚跟是铁板一块 我们那就只能点木了 黑棋的来说 黑棋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隐患 这里也有些薄 相反这棋 白棋比黑棋要更厚一点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木树 这黑棋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这白棋半战是白的 黑棋这块二十木肯定弱 二十五二七二八 这里三十八 这点的已经很多了 三十八 这里点个七木最最多了 黑棋这棋也就四十五木棋左右 白棋这个十十四 这块六木没有问题 二十二十五 这块点个六木有没有 三十一 三三三五三十四 三十四四四四五四六 这棋其实从木树来讲 白棋盘面都要好一点 而且关键白棋还比黑棋要厚 现在唯一黑棋引以为豪的就是先手 这是该黑棋下 但是这时即使黑棋下 黑棋这棋也确实不知道下哪 大的地方都越来越少 如果从本手来讲 可能顶一个是全局最大的地方 但现在这棋肯定没有那么热观 实际上黑棋在这进行威胁 黑棋想威胁一下白棋 白棋这块棋 白这个出头也很大 一方面不让黑棋成空 另外一方面也瞄着这里的出击 黑棋粘住 一边收扣 一边继续威胁白棋 实际上白棋一靠 哎呀真是很难对付 黑棋如果现在在忍耐的话 白棋就简单 以合成风的风格 肯定会简单定型 就是这简单做的 把这块子安定以后 甚至把这个斑毡 白棋就在吃一个或顶一个 甚至就在跳一个 这次黑棋感觉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而这不靠 当时犹豫了半天以后 还是决定了一个反击 搬成这一手 好歹安慰自己 总算找到了一个战机吧 所以我觉得围棋真的是挺难的 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围棋的一个感悟吧 尤其在烈士时的一个感悟 其实围棋很重要的时候 有分为优势和烈士两种情况 这个棋手 任何一名棋手 都必须面对这两种情况 在优势的时候和烈士的时候 都是很难下的 优势的时候想怎么样保证 这个局面的领先 不让别人追上 而作为对手 肯定会千方百计 跟你搅 跟你来捣乱 面对捣乱的时候 你又会进行一个选择 到底是反击还是忍耐 这就需要尽久的形式判断 所以很多其实说 优势其实是最最难下的 只要优势就会输 这些人经常会拿自己开玩笑 我只要一优势就会输 很多时候优势其实被翻盘 比比皆是 而且都很痛苦 而其实作为烈士的一方 也很纠结 如果很多时候 对方一直保持优势 你首先你要选择是拼搏 还是继续默默的追赶 这肯定就是要 对一个概率的一个解读 有的时候你判断 这个我拼了 可能概率只有百分十二十 然后慢慢等待机会 可能会更多一点 而像李昌浩 就这样的一个好手 他就会经常默默等待机会 抓住这样对方的失误 这样棋手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而作为那个烈士一方 他有的时候进行拼搏的时候 你就是默默等待机会 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就你不断等待机会 机会会越来越少 对方会不断的简化棋盘 就作为任何一个棋手 都是非常的纠结 而像我这盘棋 就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下的过缓 所以局面渐渐被拉开了 而到中盘的时候 大家这个局面 眼尖就越来越少 像这个实战对方一靠 我是反击还是忍耐 这个就是非常的纠结 其实反击这个战斗 肯定是不利的 但如果不反击的话 或许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在这盘棋中 我实战考虑在山以后 选择了这个反击 其实相对来说 这部棋还挺勉强的 冲 打尺 白棋一尝 黑棋一摘 白棋简单一拐 这时候黑棋就很纠结 因为走成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这块 一个眼一个铁眼 然后头也在外面 而白棋这一手拐机吧 和上面就联络了 况且黑棋这里很薄 黑这三个字也需要处理 你直接对这里带通过攻击 可能很难有好的效果 实际上先扳 拿住白棋骑行 同时兼顾一下 黑棋这个保卫 白棋搬 走 点方 黑棋还是很难硬啊 只能忍耐 如果靠的话 反而帮白棋骑行走好 你还得补 白走 走 实际上白棋下的很老练 靠仓 一般来说 一边削黑棋的潜力 一边又扩大自己的潜力 把自己走操 很难对付啊 尤其走 本来还有黑棋 还有这个断的可能性 断转换的可能性 白棋如果吃出来的话 黑棋一跑 白棋奔 但是白棋可以有打吃 所以黑棋的断还不成立 看完以后 如果现在此时 黑棋冷静的沾上的话 这期恐怕只白棋 就简单的连一连 这期恐怕机会不多了 实际上 黑棋这一船肯定很过分 对手这一段反击很厉害 实际上这部点 又是极富挑衅色彩的一手棋吧 白棋如果沾上的话 外面觉得被黑棋掀手便宜了 黑棋如果再补的话 白棋 其实白棋还是应该这么下 就算冲一个也好 实际上白棋这一手又选择反击 但这一反击给了黑棋机会 黑棋这一冲很舒服 白棋这时估计也有些生气 你都薄成这样了还能反击我 毫无忧意冲 但黑棋在这时顺势沾毁 我觉得这两下其实黑棋得分了 因为白棋这是意外的南下 白棋如果冲的话 黑棋就跟着退 白棋再冲黑棋再长 然后这时白棋就发现头疼的地方 白棋各种各样断点太多 这里有断点 这也有断点 这联络也有问题 这里联络也有问题 而黑棋这四个跑出来以后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白棋的心脏 所以这一代白棋多少些失策 他发现这棋已经意外的难连了 白棋吼这个的话 那实在是不太是棋 黑棋加了一棋随时可以连下 走这个也需要勇气 黑棋再一贴 这白棋甚至有灭顶之灾 这大龙有危险 所以他这里 这莫名其妙被黑棋这里冲了一下以后 还是没有乘出棋 在黑棋的挑衅之下 这棋白棋其实忍耐的话 这无疑是白棋依然能保持优势的一个局面 不过何成凤毕竟也是酒精沙场的一名优秀棋手吧 他在遭遇这个打击的时候并没有慌乱 他想了一下后一小间 黑棋当然对于黑棋来说肯定有收获 冲 冲 就等于先手黑棋割下十多目棋 一二三四十四目棋 而作为白棋的得失 黑棋毕竟这里但先损了 白棋把黑棋这个潜力消了 然后这里白棋有沾线的时候 这块也基本上活了 两边也联络了 白棋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总的来说 我可以这么来判断这个局势 黑棋缩小了实地上的差距 局面 如果从木树上讲细微 但是黑棋先上边特别的薄 这棋特别的薄 这里也嵌目 上面也嵌目 依然是白棋优势的棋 黑棋还需要拼搏 所以这盘棋我觉得下的应该说是具有两面性 前半盘我这盘棋下的应该说是发挥很一般 太缓 而后半盘开始我觉得东西已经像封了一样在拼搏 像这部尖我觉得也是完全是改死队的下方 周围白黑棋的薄成这样 这里也嵌棋 那里也嵌棋 还是要缠住白棋 所以应该说年轻时候自己胜负感 胜负感还值得赞赏 然后但从那个棋的功力上来讲还是要差不少 但是挖毡 我估计当时何称峰应该是觉得黑棋下的特别过分 也有些生气了 搬最强的反击 其实黑棋这里十分的勉强 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就是轻松化解就行了 这一尝这个黑棋已经连不回家了 没办法不依不劳继续加 白棋尝 黑棋这次不能断 断着白棋打吃先手 再贴 看上去招法很慌乱 但实际上也是在通过这两个残子在补各处的毛病 然后 何称峰这里一袋白棋自补 依然稳扎稳打 到这里除了何称峰这里冲动了一下之外 其他时候都显得非常冷静 依然保持着优势 黑痴 一边捞便宜 一边继续缠住黑棋 这是作为 缠住白棋 作为黑棋来讲 一定要缠住这块白棋 如果一旦缠不住的话 这里都要出毛病了 白棋随便这一点或者这一吼 这一块黑棋都很难处理 白棋再依靠 这是白棋的权利 实际上白棋飞 这有一点 这首棋有点不得要力 我觉得白棋形状还是应该在这里 他可能想兼顾一下 毕竟因为这块棋还没有完全干净 想兼顾一下 但实际上黑棋这不挤是好 尖正好挤 白棋如果挡的话 黑棋一虎就先手加强自己 然后随便一连就连回家了 实际上白棋冲 冲一个棋损失还挺大的 再一挤 他会强调这个断点 但冲的话把这个先手给卖了 其实我觉得这次白棋还是应该冷静的走这个 虽然亏点木 但保证这个先手就机会更多一点 白棋 黑棋这一靠断好起 局部白棋这个子竟然被吃了下来 靠这个连已经连不回家了 黑棋可以靠 这通过 黑棋通过一个棋子 反而把这个靠了一段 把通过棋这个 把这里的形状已经完全整好了 这突生变故 他显得有些混乱 白棋一沾 黑棋一贴 那这几下交换 白棋这两个交换明显 白棋本来沾黑棋 估计也要跳 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到 黑棋有这样的一个反击 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当时这盘棋下的是一个小时包干制 时间还是非常的紧 在这里大家都十分有时间有些紧张 应该是都在五分钟以内了 这只能凭感觉一下了 实际上这里白棋肯定没有组织好 他这里应该说白棋这虎有一个先手味道 因为黑棋粘 白棋一顶 这里黑棋如果被封断的话 黑棋这块去做活还是需要白眼的 这块整块去并不是一定能活的去 要靠这种端还要靠打结 所以黑棋尽量不能被白棋封断 所以白棋应该先在这虎一下 实际上白棋 这可能才是他的一个理想图 黑棋如果走这个白棋 比如说咔嚓一段 然后再收一收空 把这收收空 这是白棋的理想图 实际上他先走了这个段 想确保一下 但黑棋一打吃 要是转换的时候他又不啃了 他就如果粘上的话 这手都没粘着 这一多多少少出现失误 他不啃了 他一再想便宜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招致黑棋冲的反击 这其顿是天下大乱 而且一下子白棋明显亏损 白棋断这个 黑棋猴 强行蹭住 然后但这里白棋损失的目数还非常大 然后再补回的时候 那这里明显就是一个亏损 尽管黑棋一打吃掉 白棋吃了这几个子弹明显亏损 黑棋再回过头补回 就对于本来白棋理想图是粘完了把这个吃了 现在变成吃这三个 让这三个被吃了 明显亏了 尽管这里亏的不是太多 但足以已经完成了逆转 其实下成这样的话 已经是黑棋稍优的局面 接下来白棋把这个斑毡全去最大处 黑棋这个拉回目数也不小 白棋点 这是斑毡留下的后续手段 夹 这棋应该像现在为止 应该是黑的盘面 石目稍微差不多的样子 盘面石目黑的稍后的局面 但要赢的话 关子还得好好收 尤其在这边 但时间紧的是情况下 可以粘 B板是定型 大致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得失 黑棋其实呢 黑棋脚上边上目数 都要 没有少 一二三四五六十二目了 前面我们点个七八目就差不多了 明显增加 而这里又割下十四目七 总体来说 这里十四目 这里将近 黑棋涨了将近二十目七 而白棋得的 其实就一二三四五六 就收了一个这样的一关子 然后把这联络 这一代的 还这里稍微有几目七 我觉得这一代 自从黑棋点完以后 黑棋的目数得了至少有十目七 便宜了将近十目七 这个十目七足以软转 足以进行一个逆转 本来可能是一个盘面七七的局面 而在这样的时候 黑棋现在应该进入到盘面十目 黑棋稍后的局面 小剑 白棋这部钉也是棺子的好手 比尖要好 尖的话黑棋一挡 将来挤了 这里都目数欠着 而钉的话 将来白棋有拖下去的手段 可以去尖 白棋把这个锁 白棋先把这个点了 所以这个关子也非常大 合成锋的关子确实非常厉害 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就靠一个 这就都是木 因为将来黑棋挤了 吼这个都是先手 这个价值也非常大 吹 吹 冲 退 所以把这个跳了 这是黑棋煎完以后的权力 再把这沾了 板 这都先手收关 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面下 这里尖出的手段还非常 这一单 如果黑棋能抽 白棋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 那黑棋肯定很满意 将来这部透点又成立了 但白棋恐怕不会马上 白棋就会单粘 不会跟着你走 黑棋如果走的话 白棋这手机肯定会粘 所以这一代黑棋是走不着的 实际上黑棋单贴了一下 白棋抽 我觉得这部贴可能还是一个尖 这部贴还是有些异乡情愿 实际上走成这样 白棋打吃 这个其实价值也很大 黑棋收关收的比较巧妙 只要截才有力的话 黑棋可以点这个手 白棋很痛苦 白棋如果打截的话 截打不过 这一定要是截才有力 如果白棋提的话 黑棋可以收到这 这比这样的话便宜了两木棋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可以先手打吃 就等于黑棋可以先手力道一下 这打吃一下亏的不多 所以这个我觉得贴 甚至不如点一个 因为这是截才 还是黑棋有力 这个截 白棋打的话 基本打不过 黑黑青白中的一个截 实际上白棋走这个 这就等于被人收了一个一二三 相当于一个逆收三有三分之一的木的一个关子 如果被白棋加来提回去的话 逆收三不抢的一个关子 还好些 黑棋这个也逆收了 后面 黑棋还定型了 黑棋首先这是冲的话 白棋肯定会断 但黑棋还是应该把它走掉 如果白棋往这沾的话 我们刚才讲黑棋有这点的好手 白棋走这个 黑棋这个关子收的非常舒服 但白棋如果走出这个的话 黑棋走不成这样 走这个 黑棋扳 白棋可以扑 尽管黑棋可以很得意的收住白棋起 但白棋扳这个的手段 这个黑棋不行 所以白棋肯定会断 断到黑棋顺势一虎的话 这黑棋也是很有收获 这个关子的价值也非常大 决定把这个收了 这也是一个逆收三目 逆收三目的关子 应该说下到这样的话 应该黑棋的小盛的局面 基本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从前半 这盘棋应该说双方各下的半盘好棋吧 而且和双方棋封也是不太相符合 本来和成凤应该是一个关子型的棋手 前半盘稍微会弱一点 因为之前在05年第三届商业杯的时候 我跟他的一盘对击中 我感觉就是在前半盘取得了优势 而后面中盘的时候 基本上他已经崩溃了一种状态 因为后半盘他出现非常强 所以这盘棋前半盘反而是他下得非常好 把各个分割各个要点都下好 而且下到他非常擅长的一个局面 大家比目数着目下棋 这关子多少目 那关子多少目 然后我感觉他下的明显要比我清楚很多 然后这盘棋的后半盘 我感觉相对来说黑棋发挥 比白棋要更出色一点 尤其点这个挑衅 白棋一冲被黑棋一反击 反而是这棋打开了这个局面 然后在这里的一代战斗 尽管黑棋极其勉强 但通过一个顽强的拼搏吧 总算把这列目数给追回来了 应该说这盘棋的逆转也是疏为不易吧 呃 我夺得了个人的冠军 而商旅队 杭州的商业队也获得了团体的冠军 这次比较圆满 但随后几年 韩国也是有几节比赛 发挥的很出色 不仅包揽了个人 也夺得了团体冠军 其中有一年 朝鲜队也黑马夺得了团体冠军 另外赵大远也在永银的商业杯中 夺得了个人的冠军 所以我觉得中国韩国和朝鲜 在商业杯的一个激烈竞争 使这个比赛充满了魅力 也让商业杯 让我们各位中国棋手非常重视 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为国争光 因为这和世界业维持锦标赛不同 世界业维持锦标赛 就是每个国家只有一名代表 是个人的一个比拼 而商业杯则是一个团体的大混战 很多棋手都非常喜欢 非常觉得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非常喜欢这样的比赛 而在比赛之余 我们有时也会组织和韩国棋手 朝鲜棋手下架对抗赛 以及会有在场上是对手 在场下是朋友 这也是我们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吧 欢迎收看这次的 欢迎收看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